缠缠给大家指明了几百个方向 几百条道路 摇摇领先 呀摇摇领先 哈喽大家好 我是缠缠 现在其实在这个中国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越来越深了 以前这个地方政府 对中央的话是特别听 特别乖 但现在你发现没有 这个经济下行 无论这个中央政府怎么要求地方政府 下场成本价收房 地方政府呢基本上是面上硬核着 但实际上他也不干这个事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 这个地方政府呢 无论上面怎么说 就是不收房 连样子也不做了 因为这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 这个低迷呀 那不仅现在央企国企不拿地 那怎么办呢 那民企不拿地 央企国企你们也不拿地 那中央没办法 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用行政命令要求 中国的地方政府 下场收房 但是实际情况 这个跟中央想的不一样啊 在经济困难之下 其实谁都不愿意投入 你让地方政府收房 那也是真金白银 他也没钱呢 现在各行各业 无论你怎么说 无论是这个中央政府 还是地方政府 大家都选择躺平 以来规避风险 所以中共内部啊 因为这个经济危机下的缺钱危机 财政危机 导致了就整个中央和地方离心离德的局面的出现 那我们知道这个北京 他现在为了救房地产 他也搞不出什么别的东西了 我看他搞来搞去呢 就是想的啊 现在房地产这库存太多了 那你们都不买 那我就靠行政计划让政府买 他们这个想法就非常简单啊 从今年的四月底开始 中共的这个中央政政局 就要求地方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地产 那研究来研究去 不是想的怎么提高老百姓收入 稳定房价 收拾烂尾楼 而是呢 选择靠政府地方政府收房 来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其实早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预测过这种模式 短暂的啊 可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时间长了 你不可能让地方政府 一直买买买 这个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那当时这个中共央行 在五月份 他公布了一个3000亿保证房 住房载弹款计划 呼吁呢200个城市 推进该计划 那六月份呢 当时中国的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就开始把这个计划 扩大到县级 鼓励这个县级政府也加入 可是到今年的八月份啊 在全国只有29个县市 去响应中央政府的救世政策 而且呢 大部分只是嘴上响应 没有什么细节 那面对来自中央政府的要求 地方政府呢 他们想的是什么 就是我穷了 你也不给我钱 我响应你的号装都去买地了 那最后我没没钱了 发不出工资来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他们呢就选择谨慎的控制成本 我知道部分城市提议开发商半价卖房给政府 那广东佛山呢 就提议 就是说你这个开发商 你把这房子卖给政府 但是你的这个价格呢 不能超过周边类似项目均价的50% 相当于呢 要小于五折打对半 卖给政府 那即使是这样 我们知道政府他也是没有这个财力 可以持续性的源源不断的收购这么多保障房的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花了这么多钱 去收购了开发商手里的库存 但是政府要这么多房子 他有什么用 他能不能转化成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 那事实上看啊 就是中央政府 他的政策就是拍脑袋拍屁股决定的 根本就没有想啊 你说去存量 那就让政府买 政府买了以后干嘛 政府买了以后就不是存量吗 政府买了以后如果无法消化 他也还是存量啊 只不过存量呢 从一个人手里变成另一个人手里 你让这些政府透支自己的这个金库 去解决市面上短暂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这个问题 就是你解决一个问题 它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整个的这个解决方法 它是缺乏一种系统性的考量的 你看看啊 今年6月份开始呢 中共央行你这个3000亿再贷款计划 你知道他最后仅仅使用了121亿元呢 只占你这个3000亿的4% 相当于就是说没有什么政府 没有什么机构去响应中央这个政策 所以现在啊 中央的很多政策 在地方上也是很难落实的 因为落实你的政策 靠的是什么 不是靠那爱国爱党 靠的是切切实实的人民币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未售房产库存 是3.82亿平方米 那现在啊 就是说截至7月份 全国未售出公寓的购买率 仅为1.9% 那其实这个去库存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注定会下跌的商品 是没有人买 大家都是买涨不买低 你这个东西越是跌 就让别人觉得越是不值钱 还可以继续跌 那现在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你中央你想就是 但是地方认为没有好处呀 对吧我花钱去替你就是 最后我把我的钱花没了 你给我什么好处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啊 你与其说是上下级的关系 但是实质上这么多年的维系 它靠的不仅仅是权力的集中 还有金钱的这种关系 现在中国这个地方政府 债务有多严重啊 我们都知道 那中央呢没办法就 又把这个问题丢给地方啊 给你一点钱 然后你去买房子来支撑房地产 问题是什么 咱们就举个例子啊 你说我现在吃饭都吃不饱了 然后呢你说给我点钱 让我去买这金镯子 去买钻石 你说虽然说规定的 说这笔钱只能买钻石 但是现在我吃饭都吃不饱了 你把这笔钱给我 你觉得我能去买钻石吗 对吧 那我会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我拿你这钱去买了钻石 这钻石回来能不能吃 那我想把你这钱先扣了 那我先能来吃饭 到时候呢再说对吧 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呢 他就觉得我不可能把这个钱再挪出来 买了你这房 如果后来再下跌了 那其实又会加重我地方政府的财务负担 所以他宁可把这个钱留下来先吃饭啊 先给他的这个公务员发薪水 先维持整个这个体系的运作 这就不错了 所以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面临的这个财政压力 对吧 那今年前七个月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 一直在萎缩 在31个省这个自治区直辖市当中 只有上海是赚钱的 其他全部赔钱 那之前呢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来源 现在土地出让卖不出去了 那现在你让这个地方政府还去买存料房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中央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啊 他只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服从性 而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这个切实的情况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任何的这个商品买卖 他靠的是预期 那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基本是一种共识 中国经济呢 现在大难临头都宁愿先冷眼观望一下 看看情况 没有人这个时候愿意贸然的把钱拿出来 那对个人是这样 对政府也是这样 所以现在个人躺平呢 是一种常见现象 地方政府躺平呢 也是为了应对上面这种政策造成的 这是目前他们无论怎么想 都无法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地方政府呢 他们也不傻啊 那整个中国楼市在下跌 都是个无底洞 无底洞就是什么 我现在五折买了 我以为我抄底了 结果后来发现五折还能再扛五折 现在是谁都愿意 都要躲这个房子 地方一个是没钱 另外一个是有钱也不能花 心里没底啊 另外是什么 就是说我收来的这个房子 这个模式它不具有商业性的可行性 如果这个房子我买了啊 我能以一个合理的回报率 长期的出租下去 那我知道啊 这个东西它是有投资回报率的 问题是你说你让我把这房子买了 但是这房子又不能吃不能喝 没有办法给我产生财源 作为政府而讲 它是不愿意这么做的 所以中共当局啊 说天生旧楼市旧房地产 这么长时间呢 快一年了 搞了这么多政策啊 那其实 这各个部门都是只是应付一下 蜻蜓点水的 这些所有的政策都落实不了 那一个个都在躺平 那整个市场呢 还在持续性的往下探 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以前呢 一直有人说什么 中央跟地方的关系 像中共这种集权性的 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呢 对地方的控制性特别强啊 那毕竟这中央政府 一般都听的啊 这个中央的官 京官啊 那这地方官 只是个地方官 都会觉得 你这个地位上啊 你都得是完完全全听话 听指挥的 可是事实上 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中央共产党 搞的这种中央集权 它的一个维系的根本啊 也是钱 他们在这个关系上 本来就有很深的矛盾 在具体利益上 你看 你中央想的是 我不兜底 我不管 让地方自己承担 那谁的孩子 谁暴走 所以现在中央当局 它是很难通过行政命令 来强制地方执行的 那比如说 现在这个保交楼 对吧 因为涉及到各种社会问题 你中央政治局 你希望保交楼 保交楼 但是问题是开发商没有钱 地方政府呢 也没有钱去推动保交楼 你把你的这个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 现在全部推给地方 让地方处理 可是地方现在并没有这个实力 也没有这个财力 就算有财力 也不愿意出钱 真的去推动这个 因为谁都知道 这个是个烫手山羽啊 我看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 中央中共政府啊 他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呢 是动用中央政府资金 完成未完工住房 就是烂尾楼的这个建议 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诉你 说这个烂尾楼的问题 你不要让地方政府去推动 你不中央政府有钱吗 你把你的国库打开 把这个烂尾楼都完工了 所以中共呢 他是想救房地产 但他救房地产的这个本质呢 不是说为了老百姓 他只是希望中国的这个土地财政 可以持续下去 整个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行业 不要崩盘 不要让中国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受到影响 他不是说真的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那以这种利益导向作为目标呢 他又不愿意下本钱 他又自己不愿意出钱 他所有的政策就落不了地 又想把这个责任 把这个锅甩给地方 那现在无论是地方政府也好 还是央企国企也好 大家都有一种明确的信号 就是谁也别干活 谁也不要出力 谁也不要出钱 咱们都躺平 所以其实这种啊 也体现了中共内部 这个政策向下落实的时候 出现了难度 那整个的这个中共内部 因为财源的匮乏 也开始离心离德了 所以在这个台子 没有彻底掀翻之前呢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是说啊 想升官发财 现在大家都想呢 是怎么度过这个寒冬 老老实实躺平 不被发现 不露头 怎么说呢 就是说除了地方政府啊 不听中央政府的 拒绝收购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 这个要求 那现在很多央企 他也不听话了 以前呢 你说这中国的央企 应该最大的特点 是服从命令厅指控院啊 可是现在你看像这个保利啊 中海啊 这些大的央企国企 现在也大幅的减少拿地 为什么呢 就是你政府让我拿地 让我来拖底啊 但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央企 我也害怕投资错误 害怕承担这种所谓的啊 这种责任啊 因为毕竟你花钱 你要是比如说 五折买了一个楼 然后这楼突然降了 降成三折了 虽然你是想硬装 政府的号装 你去这个所谓的去库存啊 帮中共去库存 但是如果说这个房价 大幅度下跌 说不定就治你一个国有资产 流失的这种罪名啊 这是中共经常干的事情 2024年前八个月 中国这个大陆土地成交额 人民币是1.42万亿 跟这个2023年比 就减少了31% 那只有2021年 同期的三分之一 那你要知道2021年 那会还闹疫情呢 那跟你这2018年2015年 就连个零头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经济下行啊 无论什么国企啊 央企啊民企啊 大家其实手头上都没钱 因为这金钱 它是相通的 不可能说啊 这大环境不好 大家手里还有钱 那现在银行贷款呢 也变得谨慎 整体的这个市场 活跃度很很差 大家都不愿意去拿地 所以你就说 中国房地产市场啊 不见其色 你们想去救市 可是你们从来不去想一下 为什么房地产市场不行 那你仅仅靠这种粗暴的啊 就是说 哎你我你我卖不动 我就让你去买啊 这种模式 实际上我觉得 停留在这个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 中国房地产 目前不见其色 就是首先你这税负很高 另外你整个房地产市场的 管理能力很差 第三就是你这个经济不行 支撑不了这么高的房价 你这个出口内需 对吧 你这个整个的经济活跃度 都是负面的 你没有这个经济发展 去支撑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是想从这些 哎边边角角的东西去 称支撑这种虚假繁荣 是挺没意思的 我觉得啊 就是说 以后未来的这些年 随着这越来越缺钱 很多我们之前见不到的矛盾 就开始出现了 那可能以后我们会发现 央企和国企也没有那么那么听指挥了 那以后这地方政府呢 因为裁员的分裂 会导致政治权利的分裂 因为我听你的话 是因为你给我发钱 就跟我上班听老板话 那因为老板是我的衣食父母 给我钱呢 那谁给我钱呢 他的腰杆就硬 对不对 那我是吃他的喝他的 所以呢 我就会保持一种 在这个属性上啊 在这个行政命令上的 一种从属地位 可是一旦说你不给我钱 你什么都让我自己管啊 那最后这钱 是我地方政府自己赚的 这负债也是我自己承担 我就不可能在这种行政属性上 对你有过多的依附 我一直觉得就中国这种 所谓的大一统国家啊 他的支撑有一个明确的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这个国家的财源 它是有保障的 这个政府它不缺钱 它可以给这个下级政府 充分的财政补给 这个是政治权利维系的前提 那如果什么时候啊 你这个财权上出现了脱节 那就你在想维持这种绝对高度 集中的政治关系 它本身呢就成为了一个难题 所以我最近就发现 进入了这个九月份 中央的很多政策 地方是嘴上硬核 但是就是不动啊 为什么不动 因为动要需要拿钱来 你不给我钱 你就不要想让我动 你说中国将来有没有可能 再分裂成这种联邦制的国家 我觉得有可能的 因为你这么大的国家 本来你靠这种统一集中 全部听指挥 全部听命令啊 不顾这种参与话 它就是很荒谬的啊 我觉得吧 就是说可能说这个话 很多中国朋友不爱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中国人吧 对大一统有执念 从小你就觉得统一 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觉得地大物博 面积大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但是其实从你个人的 切身利益来讲 从区域化的协调和发展来讲啊 这么大的国家 全部听一种声音 服从一种指挥 做一种动作啊 它其实 它是不符合这个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啊 那人类这种族群 就是神力适合抱团生活 但是呢 前提是你这个团不能过大 你这车子不能太长了 你自己想想啊 你开车的时候 你开一个普通的小轿车 跟那开那大吊车 那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那大吊车后面拖着一节两节呢 一般的执照你开不了吧 因为你越是这个 这个体积大 面积大 后面车厢多 你在掉头转弯的时候 你就需要评估 对吧 这个角度 对不对 前面这个第一节过去了 第二节能不能过去 那其实你说中国这么大的面积 你960万平方公里 你全部听习近平的一种声音 他的声音就正确吗 对不对 那其实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 那中共的这种财政危机 它有可能是 这个 怎么说呢 以后地方割据的一个导火索吧 好吧 说这么多 拜拜